还没挑战过最正宗的粉色套装 所有装备全是粉色 嗯 连武器甲都没有吗 竟然花50万买这个破玩意儿 上不上下不下的 不就是为了挑战真有人买吗 配件肯定也全是粉色 问题来了 描军并没有粉色呀 最后选择了一个热成像 已经最接近粉色的了 然后就是子弹全部都用燃烧 这样看起来也很强嘛 开局复活点不太好 这边应该能遇到人 看见了 打他 这都没搞定 也是个大残 显然敌人也不能杀 不会再出来让我打了 那咱们去找他 绕一圈过去 啥眼神啊他 根本没有看见我的意思 等等 好家伙 一直等着遛我呢 幸好在防备 爆红了 这么给面子 人品爆发呀 好久没一次掉两样了 不错还带辐射板 哎呀 完了我凉了兄弟们 没有榴弹 没有榴弹 跟你拼了 不给机会呀 nice 可以喘口气 原地等死不是我的性格 咱们上 可恶啊 这个老六 开什么玩笑呢 不是吧大哥 心态没有了 打不过他们就加入他们 这把我也要当老六 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在靠界 哈哈 再见来不及握手 你猜黑市那边有没有老六 不用猜了 明显就有啊 拿命来 这些套路我已经明明白白的了 谁还不是一路被溜过来的呢 这就不太满意了 糟了 两个包全部沦陷了 上马的好运一去不复返 你再猜猜黑市有没有老六 不用猜了 又看见了 这就叫以六之六 当起老六来 我自己都怕 不是吧 怎么说也是个六级啊 高爆子弹可不少 不过还是很可惜 黑市就算有好东西 也早都被买走了 我去 金条 眼不见心不烦 咱们还是来打扰一下boss 打的有点慢了吧 搞定 五级头啊 还行吧 正常不是挑战也就只能仓库落灰了 才刚离开学校就听见枪声 这么强 在前面 像个瓢仔 丝毫不担心 可以直接秒 还是决定不给他翻盘的机会 占领一个制高点 呦 这么想不开 出来一下看看 这个瓢仔有点东西啊 打头一枪都没秒 还敢不敢了 我像个憨憨 第一次见到这么硬气的瓢仔 他是一点都不虚我呀 nice 还是逃不出我的魔爪 跟一个瓢仔对峙这么久 就得一个狗牌 这波不亏 总感觉到处都有老六千佛 我已经时刻准备好了 赶出来就能第一时间反打 真的防不住啊 又封现一套五级出去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咱们明天见 拜拜